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相信我父亲他会公正的处理这件事 我觉得这还是你自己交易受到的 说心里话 我父亲对我的期望太高了 我不敢去面对他那双眼睛 行了 看在我曾经是你上级的份上 这件事就拜托你了 陈建军啊 陈建军 报告可不能就这样交上去 那你就毁了呀 那你就毁了呀 首长 您还没休息呢 有什么吗 首长 这是您要的文件 搁这儿 警队把你的报告专给了吉吉 情况是这样的吗 是 你说的都是事实 是 你能保证吗 能 怎么保证 军人的忠诚和党性 你考虑过吗 你的这种措辞 可能会影响到调查组的结论 也许会毁掉人的一生 考虑过 好吧 既然你这样写了 剑队又转给了基地 我也只好交回调查组了 那我走了 首长 调查已经结束了 这里边虽然措辞强烈 但也没有什么新的东西 我们开会分析研究了郑远海同志 造成这次事故的前因后果 构不上刑事责任 他面对的是当时在我领海 有所企图的外军潜艇 这应该算是战事状态 这样可以免受刑事处罚 罗斯林 我们想对郑远海同志按战事复原处理 明天调查组 就要宣布调查结果 和处理决定了 我有心理准备 我已经做好了最坏的打算 倒不是最坏 只是按战事复原 跟我父亲一样 对于我来说 这已经是最坏的结果了 这也是我最不愿看到的 郭伯伯 这海军培养一个优秀的舰长 要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郭伯伯 对不起 我辜负了您对我的希望 这些年在部队 我学到了不少东西 到了地方上 我一样也能干好的 如果你觉得不合适 明天调查组 宣布调查结果的时候 你可以不去 我去 也许 这是我最后一次传军章了 我现在只是后悔啊 后悔 没有穿过八号怀孕 没有抓住那条鲨鱼 没抓住就没抓住吧 金长 约翰 我正要找你了 这件事 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严重 是遗憾 从我父亲开始 就延续的梦想 到我这儿 又破灭了 梁涵 你的梦想还会继续 你是英雄 和你相比 我自愧不如 走 继续说 来 进什么东西 我今天来 专门给你送资料的 这是我从国外带回来的 等你当上了指挥舰的舰长 兴许能用得上 还有 上次勘测八号海域的水文资料 批复以后 我希望你能够驾舰 征服八号海域 打通这条航道 对于我们中国海军来说 战略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 你 你这是 托军装 按战事复原处理 明年就学武 什么 怎么会是这样 舰长 当回接我来的时候 没想到是这种结果吧 不管怎么说 你让我传了一回军照 虽然英雄没做仇 但也算经历了大风大浪 谢谢你 最后 请接受我 最后一个军力 我爸 去北京开会了 开会了 那你怎么没去 捡这三个首长去开会 就带了一个秘书 我留下了 陈舰长 什么事啊 生这么大气 你们舰队怎么能那么干 我明明写得很清楚 责任是我 为什么还要这样处理身领海 是不是因为我爸是副司令 你告诉我 是不是我爸搞的鬼 陈舰长 你冷静 我没法冷静 这 这事不愿首长 那愿谁 你告诉我 谁干的 你干嘛非要去承担这个责任呢 这责任本来就是我呀 我就应该承担呀 我不能叫别人替我无不受过呀 这都是为了你好 我不需要 你小声点 你告诉我 谁干的 你说呀 你说呀谁干的 谁干的 别人替我 你听说 现在 由我来宣布 东方舰队党委 东江基地党委 关于对郑远海同志的处理决定 等到 首长 请原谈我 请原谅我的冒昧 我想反映一下 这次事故的真实情况 好 你说吧 是 同志们 为了一位 年轻有为的舰长 为了我们海军的未来 我今天 必须要站在这 向大家陈述 有关这一事件的真实情况 这一事故的直接责任人 不是郑远海 而是我 陈建军 你的胆子也太大了 竟敢在军事行动中 私心作罪 公然阻止 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是犯罪 郑远海创损军舰 别人顶多说我们水平不行 操舰技术 低劣 可你 司令 一切后果我来承担 你承担得起吗 好在你还敢站出来讲明真相 还不识军人的勇气和真诚 回去吧 我们的舰队工作组的处理结果 司令 我有个请求 这事 能不能先别让我爸知道 任何处理结果 我都能接受 只是 我不想让别人说我 我的每一步 都在他的庇护下走过来 你为什么这么说 我不能让你替我承担责任 在处理没有下来之前赶紧找你父亲 说你是一时冲动才这么说的 责任由我承担 什么意思 你是不是从骨子里面瞧不起我 我没那个意思 你以为你这么说了我就没事了吗 你所犯的错误 所有因素都是我导致的 这样的话 最起码你可以不用脱军装 你的兵力比我长八年 剑掌梦比我多八年 我不脱军装 你就得脱军装 别给我大喊大叫 你以为救女生员还是个男人 我之所以犯这错 我就是因为不服你 那现在好了 两败俱伤 我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局 你根本就不该这么做 这么做会毁了你 咱们俩谁也别证 事到如今 于公于私 都应该我来担这个责任 你应该留下 海军需要的 经过我们重新认定 这一事事故的原因 已经搞清楚了 陈建金同志 怀着个人的主意 没有及时向 古巴发舰和洞巴六舰 通报敌情 导致进入我领海的 不明前景逃逸 这是一种严重的战场失职 并又使 郑连海同志 率舰追踪 进入八号海域 导致军舰出交 陈建军 应负主要责任 郑连海同志 负次要责任 陈建军 身为舰长 贪攻心切 引擎不报 一物战机 放好了不明的潜艇 从而导致了猎杀行动的全面失败 并间接地造成了 郑远海的触礁事故 这是一种严重的独职行为 但由于后果 是间接造成的 相对减轻了主官的责任 我建议 由基地党委 对陈建军 郑远海两名同志 做出处理 上报舰队党委 工作组够可以的 一家把球踢给了我们 毕竟要处理的是 舰队副司令的儿子 他们心存余计 也能理解 但是却在私下里 暗示我们 按规定 郑远海既大过处分 陈建军嘛 最轻也是处理转业 陈建军转业 这是一件很棘手的事 陈建军希望 在结果公布之前 这件事情 不要告诉他父亲 为什么 因为他怕处理的太轻 别人说仰仗了他父亲 早干什么了 这个时候都顾紧面子了 工作组向陈副司令汇报了吗 没有 陈副司令到北京去开会去了 明天才能回来 工作组希望我们尽快拿出处理意见 你看看 那你的意见呢 哎 军机难为啊 陈副司令啊 最大的心愿 就是他儿子能当上指挥舰的舰长 如果做转业处理 对他的打击太大了 就算放下军机不说 我们队上队下 总得有个交代啊 当然 来 老陆 我倒这么看啊 你看舰队工作组 只磨刀不下手 说明了什么 说明了他们也是爱惜人才的 知道培养一个舰长是多么的困难和不容易 所以他们下不了这个决心 对吧 那我们干嘛 要当这个草刀的人呢 既然把这个刀交到我们的手里 不用也不行了 这件事啊 让我们再想一想 能不能有第二种解决的办法呢 郑元海入伍就是大学生 读过研究生 还留过学 潜在的价值啊 比陈建军大多了 工作组要把他按战事复原处理 我一句求情的话都没有说 为什么呀 我不能凌驾于军法之上 陈建军的错误 不在于他导致了五八八舰触交的直接后果 而是他危险的自我心体 烈杀行动是战争状态下的军事行动 这个时候只大局一不顾 就凭这一点 他就不是一个称职的指挥员 就像一场足球赛 足球队员不和其他人配合 只值得自己射门进球 那这支队伍就必败无疑 未来战争 这种自私的心理 哪怕是一闪念 都有可能导致全局付出惨重的代价 是啊 这件事对他对我们当领导的 都是一次深刻的教训 可这件事 我们怎么去向陈副司令交代 是不好交代 但也总得去说 我让小谢一定给我保密 结果还是逃脱不了你的眼睛 我是您的老不下 心有灵犀呗 车长 你那身体怎么不舒服了 着急上火 血压就上去了 我现在 没事了 走 您慢点 来 走 还车 事故处理这个事件 进行到哪一步了 间队调查组 已经给出了事故结论 但是却让我们基地 自己拿处理意见 我这 这个事呢 我想提醒你一句 真要看来肯定要得到处分 这都是我和你不愿意看到 但是在这种时候 你千万千万不能感情用事 要知道 只有从严至军才能带好部队 才能出战造力 我知道 来 进军最近表现怎么样 是不是不好 就是说 我见谁问的都说好 我就不相信 他们肯定没跟我说实话 建军点底子 我知道 文化基础是他的弱项 请说 你们基地要替他当这个旗舰舰长 是不是因为我的面子啊 没有啊 那就好 你见了告诉他 你说 别看基地报了 那建的不一定批 就是批了 要干不好 我让你同样撤了他 哎呀 我们当兵的 就盼着儿子 接老子的班 你得替我把握这个官 都说你面对不公平的人和事 最敢下刀子 哎呀 看来屠夫也有心软的手啊 老鲁啊 陈副司令 对你有知与准 情感上难以歧视 人质长情 天经第一 并没带好啊 我们这个当领导的 也有责任 但问题总是要解决的 所以我一直在考虑 能不能有第二种解决的办法 你看啊 这件事吧 我们从另外的角度去看 陈建军在事后 无人知晓 内情的情况下 主动的说明了真相 这是需要勇气的 一种超过寻常的勇气啊 就凭这一点 这个同事还是可以用的 我这个党委书记 行事全力做主了 陈建军 撤掉舰长职务 正团将副团 先到机关帮忙 一贯厚效 你看 你这个当政委的够霸道了 党委会不开就自己做出来 你看你看 我有那么一传吗 我这不是在轮流征求你们几位的意见吗 事先不做好工作 你以为开常委会就会公平处理了 我敢说就这样处理 今天我不跟你打招呼 说不定你就会不举手 当然了 我这样做 就是希望得到你这个大僧侣的支持和认可 坐吧 不用 我听说你去找我爸汇报我的事了 你爸爸住院了 那你还须说 你是不是觉得这件事我得向你道歉了 不用 我来只是想问一下 为什么不是处理我转业 而是降职 降职的包袱 我背不动 背不动也得背 当舰长不是为了升官 而是要肩负起保卫领海的重任 咱们处理是政委做的主 要是依着我 你应该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我宁肯转业 上次 对不起 我当兵前 一直叫您鲁叔叔 您是看着我长大 您应该最了解我 我这人就是这样 如果犯了罪 我宁肯选择死刑 而不是安无天日的无期徒刑 我已经向支队打了转业报告 希望您能批准 首长 东江基地 关于处理921责任事故的意见 内容 镇远海行政纪大过处分 陈建军 将行政纪大过处分 并做转业处 放桌上 是 是 您要的文件 小姐 副长 去 给我买两瓶好的茅台 出了 是 是 林军 这两瓶网太久 真的 今天 我请你喝 别哭了 林军 林军 虽然 你没有像我所期待那样 成为战场上的英雄 但是你今天的行动 证明你无愧是一个巨人 无愧我的儿子 来 发情意 谢谢 谢谢 姐姐 你十四岁那年 我就把你送到部队去了 部队领导 爱于我的面子 就把你放到机关里 我坚决不同意 因此把你送到了路阵队 你十四岁的身体 要忍受那高强度的训练 累得吐了血 差一点 在海里淹死 你妈妈是哭着闹着 一定要让我把你给吊回来 我咬牙净是没有同意的 因为我想把你培养这个军 一个伟大的军 天不随人言 爸对不起 别哭 我们俩 不单是公子 对你而言 我是个老病 老病 老病 但是我这个老病 没有做好表帅 我没有给你几个好的做 对不起 我们俩 出了什么 我们还是什么 是战友 战友是什么 那就是穿着同意式的军装 带着同一个符号 在同意的军机下 为了一个同样的目标 风雨同舟的同志 兄弟 我跟你说 别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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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 我知道你 你对我挤了好吗 可爱今天 我让你失望了 对不起 没用 我儿子是军人 我儿子对着你身上这些军装 全国之神情 用几个人当店长 自己 你 当你生了 我 把我担心 把我担心 你叫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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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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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次人为的重大的独职事故 导致了整个军事行动的失败 造成了五八八剑撞伤的结果 情节严重 影响恶劣 相关责任人 必须受到严肃的处理 我们其他同志 也要从中吸取教训 下面 有政委宣布基地党委 报请舰队党委批复的处理结果 下面 我宣布 处理决定 请大家等一下 首长 在座 很多人都知道 陈建军是我的儿子 在处理整个事件过程当中 我依据组织原则 回避了 今天 我请舰队的舰队的司令员政委 来参加这个会 应该说 我来宣布这个决定 我来宣布这个决定 是最合适的 因为这个决定我签了字 我投了战争票 五八八舰舰长 郑远海 对海矿复杂程度认识不足 盲目冒进 致使军舰受损 考虑 其初衷是为了截获 入侵我领海的不明潜艇 履行一个军人应尽的职责 实属战时状态 决定 给予行政纪大过 186舰舰长陈建军 出于个人目的 隐瞒军情遗物战机 导致猎杀行动全面失败 间接导致五八八舰触礁受损 清洁恶劣 后果严重 决定 给予行政纪大过处分 做转业处理 你恨我吗 你恨我吗 我恨我自己 会的地方好好干 希望早日听到你的好消息 我会的 还有什么要求吗 我希望 让郑远海当旗舰舰长 他会不负众望的 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 我个人说了不算 我个人说了不算 你不说我也知道 在你心里 我不是个优秀的军人 甚至不是个称职的军人 当初我当186舰舰长的时候 您就不同意 我知道 我的文化水平地 思想观念传统 这些年来 我努力的学 拼命的追 可是我心里很明白 我就像 我就像是一个 在钢丝上跳舞的人 虽然拨了不少掌声 但随时都有摔下来的可能 遗憾的是 这种可能 终于变成了现实 陈建军 不管别人怎么评价 我要你记住 脱掉这身军装 也不要忘记自己曾经是个军人 我可以 你不记住 我先想要你 你才能不能按摩 我 你不记住 你不记住 我来 你不记住 你不记住 如果一个人 把大半辈子都交给了一众职业 当他要告别这种职业的时候 他会想些什么 恋恋不舍 有很多牵挂 还有遗憾 一生都无法弥补的遗憾 我希望你能从我身上吸取教训 其实从我第一天进居宁 我就在受你的影响 我在你身上 学到了很多东西 虽然事故是偶然的 但是淘汰是必然的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 当年在陆战队的时候 你们在背后叫我魔鬼 其实这个世界上 要是没有魔鬼 就不会有英雄 只有当魔鬼倒下 英雄才会站起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